原警的滅路器看到他骑着警用机车 追着前方的自小客 一路追到了永康的富强路二段时 自小客停了下来 突然间车上的人打开车门就往后逃 仔细看驾驶下车的时候 还顺手把前后座的门给关上才跑 而这时原警好像愣住了 停顿了7秒才举手向逃逸的移工大喊 我看那个画面是警察撒住 是什么状况 问号问号 这时自小客也一路的向后滑 撞上路边的墙壁才停了下来 原警也立即骑车追上前查看 是他们冷就跑走 然后没有刹车 所以车子是因为那个邪惑 一直往后去撞到 这边是有一点邪惑 他们刚好停在那个邪惑 四名逃跑的移工 就是由田边这个赖泥路段脱逃 而当时处理原警说 他是勤务结束返回派出所的途中 在中山北路发现这辆可疑的 自小客车就一路跟到 富强路二段江车蓝停 车上四名移工假装配合停车受解 但是没有想到车一停 开了车门就跑 因为当时我在评估风险 第一对方有四个人 那我只有一个人 我来评估说 当下如果我一人去追的时候 其他三人会不会反抗 另外车辆仍持续向后滑动 我也担心该车会波及其他 用路人的安全 所以待车辆禁止后 我再上检查看车辆 有无为禁物 原警说停顿七秒不是愣住 是在评估现场的状况 事后查出自小客的车主 是越南籍的人士 而四名逃走的移工 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四名移工 为什么看了警察就要跑 仍然详细的调查 都是很希望黄中群在台南报道